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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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玉輝 歡迎收看時間做手 舊頭我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坐票也好 坐騎者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有領先 而且可以實戰新技術 這位投資朋友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當他們擁有心肌流觀念的同時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爆火爆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滿手踏牢股票遺憾 只要跟著心肌流觀念 用最踏實的方式一步步做下來 很自然的就可以創造出比標跟標互利 但是很多投資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初在哪裡 就是從過去 你跟著市場當中的分析師去做 常常會發現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因為股票總是包上包下等上漲 不敢百分百之間進出 加上持股過於分散 凹單不停損 會多不給空的結果 都是造成資金運用沒有效率的原因 同樣的 過去用的軟體 為什麼沒有辦法幫自己賺錢 因為你用的不是原創的系統 所以沒有辦法真正的實戰 當然有太多的參數模組周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甚至選股出來的支數模組還會太多 還需要人工的訊息去輔助判斷 最重要的買賣點常常會慢半拍 沒有辦法完全做到單一 而且精確買賣點 因此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有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 價格成績不合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長期幫客戶穩定獲利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呢 每天在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打折 還需要贈送資料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你已經掌握住一個非常大的優勢了 因為這個系統呢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程式的部分 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的工程師 這市場當中其他軟體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 匯利已經明確顯示 進場停損停力 上個價位一次都有各位 我堅持只賺最好賺的 因為資金效率才會高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筆代進出一定都是百分百的資金 多空間雙向 獲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說 眼見為平的事實 也就同每天 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跟著新金流關係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檔股票就夠了 而且每一筆代進出一定都是百分百的資金 一定是百分百的資金買一檔 一定要百分百的資金賣掉一檔之後 才有錢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來 從10月5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 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創造出 三百四十萬的利潤了 而你一千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 不是也幫自己創造出 三千四百 四百萬的利潤 但是 再回顧頭想一次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像過去 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還在用 不能實在軟體 幫助自己創股票 到底幫自己創造出 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 究竟我在節目當中 會常要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有一條路 如果一路走來 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痛的時候 此時刻 就該花一條路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究竟每天 圍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哦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一月六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三十九點一萬 系統告訴我們 今天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呆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六號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 漢遜這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發生 十一月六號 也就在這一天哦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的票賺了錢 發一口蛋 再把資金轉買 漢遜這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樣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邊緣台 短短的三到四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25.2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一月十一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25.2萬 系統告訴美金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挑開高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那張股票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報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報上報下 必須浪費當中整理的時間 但是 當你擁有 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一月十一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25.2萬 系統告訴美金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 放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十一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股票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縮 回到十一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一件選股多 一樣資金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瑞雲這一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十一號也就在這一天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股票 當然就是 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它 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三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六點億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這張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爆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爆上爆下 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你擁有新進的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三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六點億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十三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股票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縮 回到十三號這一天 操作一樣可以非常的簡單 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件選股多 一樣 執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清雲這一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一起來看 好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 不斷的發生 是三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的票賺了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買清雲這一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樣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轎上面的邊緣台 短短的七到八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九十一點三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檔股票 當然也不會是例外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二四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九十一點三萬 系統告訴我們今天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這檔股票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抱上抱下 又浪費了三天的時間 但是 當你擁有新進入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二四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九十一點三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因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二四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至今 再換到什麼樣股票增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縮 回到二四號這一天 操作一樣可以簡單明確 易懂 很簡單的按一件選股多 一樣 執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我們再把自己轉買長元科這檔票 接著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二四號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把錢檔票賺了錢 發一口袋 再把自己轉買長元科這檔票 接著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樣K線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坐在價上面的別人台 短短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是八點五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五個金流而已喔 事實上從十月三十號到今天 二十個交易的時間 你一百萬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刷出一百九十萬的利潤了 而你一千萬呢 業經幫自己刷出一千九百萬的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是用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嗎 還是用過去不能實在的軟體 幫助自己操股票嗎 很多特別在市場當中都非常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時間幫助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而在市場當中要做到最短時間翻倍 一定要完全做到敢買敢賣敢換股 所有操作資金一定要百分百資金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絕對不能像老派投資觀念一樣 總是分批加碼分散個股 這樣操作一點效率都沒有 再來 每一檔股票一定要堅持只賺最好賺的一段 也不能像過去一樣 總是死報活報等股票上漲很浪費時間 最重要的 一定要領先市場最好賺的買賣點 更不能像過去一樣 進座時機總是會慢的半拍 而時間做的交易檔很簡單 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百資金 集中操作單一檔股票 加上嚴格風險控管 跟領先市場買賣點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 用最短時間把資金做翻倍 很多投資者在市場當中 操作股票的過程裡面 財富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累積起來 最重要原因是因為 你沒有辦法像不一樣 把所有資金集中操作在單一檔股票 單一個點位上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好好想想 過去呢 你股票是常常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你絕對不會敢買多 要不然等到連續大漲之後 大漲之後 再衝衝忙忙幫別人抬降 你還是不會敢買多 所以過去 買不多賺不多遺憾 總是會持續不斷發生 但是跟時間做的交易系統很簡單 一個階段 永遠唯一只有一個最好賺的買點 就同這檔股票 在這一天 我看那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的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當然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我所有客戶在這檔股票 這一天怎麼做 很簡單 一定是百分百之一買進 讓好事很自然發生 同樣的 每一檔股票都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特別強調任何檔股票 用掌勢賺錢的辦法 包括這檔股票 也是一樣的 一起來看 就同這檔股票 在這一天 我們一樣看那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當然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沒有所謂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加碼點的情況之下 我所有客戶在這檔股票 這一天怎麼做 當然 一定是百分百之一買進 讓好事很自然發生 我一直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強調 百分之百 資金買單股單點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買得多 自然才可以賺得多 重點是你買的點 有把握 就不需要像過去一樣 總是分批買進分散個股 這樣操作會沒有效率 同樣的 再看檔股票 這些檔股票 同樣的 在這一天 我們是一樣看那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當這個階段以來 一樣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同樣的 沒有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加碼點的情況之下 我所有客戶在這檔股票 這一天怎麼做 還是一樣 一定是百分百之一買進 讓好事很自然發生 當然 我們可以再看一檔股票 你會發現股票 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擁有 賺錢辦法 讓每一檔股票來幫你賺錢 同樣的 在昨天 這檔股票 在這一天 是不是一樣看到一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就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我所有客戶在這檔股票 這一天怎麼做 還是一樣 百分百自己買進 讓好事很自然發生 買股票 絕對不是慢慢拍 不是等到今天 長紅帶量鎖住之後 再匆匆忙忙幫別人抬轎 而是要領先市場 一到兩天 而這就是時間做的交易統 獨特的技術 也就像我在節目當中 曾經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相信這件事情 我永遠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會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 你想要跟著 新進的觀念 創出比標跟標獲利 事實上並不難 你現在欠借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 領先實戰 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修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你過去總是被不實在的測標和行銷手法誤導 使用品質不良的系統或空序嗎 實力才是關鍵 有實力才敢直接面對投資人 這次您可以直接擁有老師本人手機簽字服務 有實力才敢提供高品質的保障 這次您可以擁有高品質的六大保證 這次您可以選擇有實力的分析師 有實力的系統 讓幸福的事每天發生 02-2389-8029 02-2389-802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需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其他投庫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這次推薦02-2389-8029 02-2389-8029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回到現場 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他們擁有時間做手去做棋子的同時 就只有一口單 百分百當充 完完全全沒有流長壓力 我們可以讓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同這個地方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賺賠加總結果 就同您所看到的 台子11月一個月過去了 震這麼多負這麼多 震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震2047點 12月六天過去了 震這麼多負這麼多 震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震623點 當然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四筆對四筆 一口單重呢 一樣可以震151點 但是很多特朋友過去 也跟過很多老師 甚至很多軟體 來幫他操作指數 財富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移起來 因為你用的是市場當中 沒有辦法實戰的工具 常用市價追單 有嚴重的滑價問題 買賣點訊號會銷售問題 最重要的是 有太多的參數模組週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用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 價格誠信不合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在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 還需要打折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同時 在進場當下 系統就可以立即明確顯示 進場停損停利 上個價位一次都給各位 週期固定十分線做當從 全數定價百分百 不會有滑價問題 每一天每一筆 我都一定跟各位對價對時 賺的賠的我一定都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簡單明確 全部都可以去猜 就從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四筆對四筆 一口當從呢 一樣可以振一百五十一點 同樣的 我們還是看一下今天 每一筆的交易訊號 今天第一筆交易訊號 在八點五十五分的時候 是一個挑空盤不同步 反向做空訊號 我們可以直接來看電腦 會是比較快的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個是昨天的最後跟K線 本來在灰色線下 這是今天DNK線在灰色線上 線下變線上轉折 而線上紅色 本來應該要做多 但是我說過 八第五十分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顏色 顏色不一樣 一定要倒過頭來做 所以收盤收定 必須設收盤加 一三七七五去做空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高來到哪裡 七七七 所以定價百分百 全部都可以穿成交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邦各規劃的支撐區域 一口單正23.755口單 再等今天第二個機會 形成新箱底 反向做做訊號 還是一樣 直接來看電腦會比較快的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早上DNK線是一個不同步的K線 所以把它視為箱底 可是行情走到這個地方 有出現新的紅色的虛線 所以視為箱底 因此收盤收定的時候 必須設收盤價 也就是一三七七四去做多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低來到哪裡 最低來到七七三 所以定價百分百 全部都可以穿成交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邦各規劃的壓力區域 一口單正76點 再把它發一口單 等今天第三個機會 趨勢盤同步做控訊號 還是一樣 直接來看電腦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當行情走到這個地方 本來在灰色線上 變到灰色線下 線上變線下是轉折 而線下是綠色的 所以同步做空 一樣收盤收定 設收盤價 一三八零四去做空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高來到 一三八一三 所以定價百分百 全部都可以穿成交 一樣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邦各規劃的支撐區 一口單正19點 再把它發一口單 等今天最後一個機會 趨勢盤同步做多訊號 還是一樣 直接來看電腦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情走到這個地方 本來在灰色線下 變線上是轉折 線上是紅色的 當然同步做多 收盤收定 設收盤價 一三八一三去做多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低來到哪裡 八一三 所以點價還是一樣可以成交 一樣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邦各規劃壓力區 一口單正33點 再把它發一口單 也就像我在節目當中 常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相信一件事情 當我們擁有領先實戰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自己將會發生 以網址紙的 卡片 為了解決 擁有幫助 不明天有核心 這首席も 這首席也不充分 公開的這個 連鎖貿易 hots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